欢迎大家收看消费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泰勒斯维夫特是解决加拿大经济问题的答案 维多利亚被康泰纳市评为年度读者选择奖最佳城市 前BBC老板马克汤普森为他对萨克斯门事件的处理进行辩护 建设新的卡尔加里火焰队主场开始 事件中心协议正式生效 维多利亚 卑诗省成功入选康泰纳市全球最佳城市榜单 等等 请大家收看 泰勒斯维夫特是解决加拿大经济问题的答案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总理贾斯汀 特鲁多最近在推特上呼吁泰勒斯维夫特将加拿大纳入他的巡回演唱会日期 文章的作者认为特鲁多错过了一个利用斯维夫特的知名度来推动 加拿大经济 重新塑造国家产业战略和提高自己声望的机会 文章指出斯维夫特的影响力广泛 他的演唱会有潜力推动旅游业 并增加他所访问城市的收入 作者鼓励特鲁多跳出固有思维 利用斯维夫特的明星力量 维多利亚被康泰纳市评为年度读者选择奖最佳城市 加拿大CBC 维多利亚 不列颠哥伦底亚省被豪华旅行杂志《康泰纳市旅行者》评为世界上最佳城市 维多利亚因其餐厅和夜生活场所 户外活动和冒险机会而受到赞扬 它是北美唯一入选该榜单的城市 墨西哥的圣米格尔德·阿联德排名第六 该杂志的读者选择奖基于读者对他们履行经历的评分 前BBC老板马克 汤普森为他对萨克斯门事件的处理进行辩护 英国每日电讯 前BBC老板马克 汤普森谈到了涉及罗素 布兰德的萨克斯门丑闻 并为自己对该事件的处理进行了辩护 2008年 布兰德和Radio 2的DJ乔纳森 罗斯 在演员安德鲁 萨克斯的电话达路机上留下了多条语音留言 其中一条是罗斯打断布兰德大喊他操了你的孙女 当时担任BBC总干事的汤普森表示 他花了一点时间都没有去决定该事件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汤普森即将成为美国新闻频道CNN的首席执行官 建设新的卡尔加里火焰队主场开始 事件中心协议正式生效 加拿大CBC 根据正式协议的签署 卡尔加里新建价值12亿加元 9.5亿美元的活动中心的建设 将于明年开始 该中心将取代Celadon 该项目包括卡尔加里火焰队的新主场 以及周边的文化和娱乐区 卡尔加里市将为该计划提供5.37亿加元的资金 而卡尔加里体育娱乐公司将提供3.56亿加元 阿尔伯塔省政府将投资3.3亿加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包括土地购买、道路和桥梁建设以及Celadon的拆除 维多利亚 卑诗省成功入选康泰纳市全球最佳城市榜单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首府维多利亚 被豪华旅行杂志康泰纳市旅行家评为2023年全球最佳城市 该城市因其餐厅和夜生活场所以及户外活动而受到赞扬 维多利亚是北美唯一入选该榜单的城市 墨西哥的圣米格尔德·阿联德排名第六 这一排名是由康泰纳市旅行家的读者选择奖决定的 超过52万读者提交了对他们旅行经历的评分 中国的口红大王让阿里巴巴陷入了直播困境 日经亚洲 中国顶级网络影响者李佳琪 在9月份的一次直播销售活动中发飙后 失去了超过100万的粉丝 李佳琪在阿里巴巴旗下的直播销售平台 淘宝直播上拥有约7500万的粉丝 他对一位抱怨每笔价格的观众发火 质疑对方的职业道德 这一事件凸显了希望从蓬勃发展的直播销售行业中获利的公司面临的风险 这个行业在传统电子商务放缓的情况下变得越来越重要 直播销售影响者通常会从直接销售中收取20%的佣金 这意味着规模较小的直播运营面临进入市场的障碍 而公司则过度依赖少数几个主要的影响者 阿里巴巴拥有淘宝直播 面临来自新进入者抖音和快手的压力 后者已经积极扩展到电子商务领域 阿里巴巴的回应是鼓励品牌进行自己的直播销售 并支持规模较小的影响者 然而一些供应商报告称 由于淘宝没有建立起一个有意义互动的平台 以内容驱动的直播销售带来了令人失望的销售额 美国贸易面临的威胁比中国芯片更大 彭博社 根据彭博社的一篇评论文章 中国发展国内航空航天产业 对美国的就业和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中国国有企业 中国商飞COMAC的C919客机 直接竞争波音和空客 并已经获得了约1000个订单 尽管尚未获得在中国以外地区飞行的认证 美国航空航天产业 直接雇佣了超过20万人 然而文章指出 如果中国能够向全球航空公司 尤其是那些在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中的航空公司 提供一个合理的波音或空客替代品 那么这些就业岗位就会面临风险 文章还指出 航空业发展缓慢 新产品可以使用数十年 这意味着一旦竞争对手窃取或开发了关键技术 它就可以迅速赶上行业领导者 文章总结称 美国和欧洲政府需要制定明确的政策 限制外国对航空航天技术的获取 并对合资企业和许可证实施更严格的限制 中国买家正在退出艺术市场吗 华尔街日报 苏富比最近举行了一场 由上海房地产和制药业亿万富翁刘一千 及其妻子王威收集的艺术品拍卖会 然而 结果令人失望 拍卖行只获得了7000万美元 远远低于他们预期的9440万美元 在39件拍品中 有10件未能找到买家 另外12件以低于要价的价格售出 这引发了人们对中国近拍者 在今年晚些时候 是否会像过去那样 活跃于纽约艺术市场的担忧 这对夫妇 已在他们于2012年创办的农美术馆 展示传统亚洲艺术和国际艺术明星而闻名 他们将保持他们的博物馆开放 并使用尚未确定比例的拍卖收入 进行进一步收购 李维斯特劳斯削减年度预测 因促销和批发业务疲软拖累 路透社 牛仔裤制造商李维斯 李维斯在第三季度销售第一预期后 第二次下调了今年的年度预测 李维斯的销售受到了 北美批发渠道需求下降 以及异常温暖天气的影响 李维斯在北美的批发业务销售下降 这也对公司产生了影响 因为该业务更多地暴露在 中等收入消费者市场 李维斯现在预计 2023财年的收入将保持平稳 或增长1% 而之前的预测是增长1.5% 至2.5% 美国对向中国出口芯片工具的限制措施 几乎已经最终确定 政府发布的文件显示 路透社 拜登政府正在最后阶段 审查一项更新的规定 将加强对美国芯片制造设备 出口到中国的限制 预计该规定将增加限制 并关闭漏洞 此前美国官员警告中国 因预计到对半导体设备和先进人工智能 芯片出口的限制将有更新 在管理核预算办公室网站上发布该规定表明 该规定即将完成 预计拜登政府还将更新对用于人工智能的高端芯片出口的限制 但尚未发布相应的配套规定 在中国做生意 你应该坚持下去 彭博社 根据彭博社的一篇评论文章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 外国企业应继续在中国投资 文章指出 尽管外国企业对出境限制和政策变动的不可预测性越来越担忧 但由于中国具有长期增长潜力 以及美中之间对话和开放的需求 他们应该继续留在中国 该文章还建议中国应该改变其反美言论 美国应该改善人员交流 以促进更强大的商业关系 冰箱磁铁是低俗的吗 家电制造商已经决定 是的 华尔街日报 磁性冰箱门正在从美国家庭中消失 为了提高效率 制造商已经从重金属转向了更轻的材料 这一举措在怀旧消费者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他们几十年来一直在冰箱上杂乱的陈列照片和提醒事项 洛杉矶室内设计师Devito表示 一个空荡荡的冰箱看起来时髦 但却冷酷地隐藏了生活的细节 零食制造商康奈格拉可能会调整食物分量 因为减肥药物改变了食欲 路透社 康尼格拉品牌是Swing Gym牛肉肝的制造商 表示如果减肥药的使用增加 导致食物消费模式发生变化 它可能会考虑改变零食的分量大小 该公司还表示 如果消费者偏好发生变化 它可能会考虑改变一些产品的配料 减肥药的销售正在上升 引发了人们对消费者对减肥的关注 可能会抑制临时生产商 如雀巢、博士利施勒国际 和卡夫亨市销售的担忧 如果减肥药的采用继续增加 食品公司可能不得不重新考虑 其收入和利润预测 并改变配方 纽约首区一指的活动策划师 谈论举办一场成功派对的秘诀 英国每日电讯 纽约市首席活动策划师 布朗森 范·威克·Bronson Van Wake 在他24年的活动策划生涯中 从未超出预算 范·威克为麦当纳、碧昂斯和凯蒂 佩里等名人举办过奢华派对 他甚至成功在广场酒店那位 肖恩、庞·庞菲 Sean Puffy Combs的40岁生日 制造了下雪的效果 范·威克成功的关键在于 始终为客户提供额外的服务 并声称自己从未超出预算 这位活动策划师 现在与母亲一起成立了自己的活动公司 范·威克与范·威克 让手臂焕发光彩的最佳美容产品购买 英国每日电讯 根据电讯报的一位美容专栏作家的说法 手臂是一个经常被忽视 但应该被赞美的身体部位 整形外科医生阿什 索尼博士表示 为了让手臂看起来优雅 应该像脸部一样重视防晒 此外 推荐使用Revision Butterfirm和Neo Straight Bionic Lotion 来改善肤色和质地 大家好 我是Ryu博士 来自六度世界 是您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有一些有趣的新闻 要与大家分享 首先 我们谈谈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推特请求 呼吁泰勒 斯维夫特将加拿大纳入他的巡回演唱会日期 我想说 斯维夫特的影响力确实很大 他的演唱会能够推动旅游业 并为所访问的城市带来收入 特鲁多错过了一个利用斯维夫特的知名度 来推动加拿大经济的机会 也许下次特鲁多应该更积极地利用明星力量 接下来是维多利亚被评为年度最佳城市 我想说 维多利亚确实是一个美丽而充满活力的城市 它的餐厅 夜生活和户外活动让人们赞不绝口 这次评选结果证明了 维多利亚在全球范围内的吸引力 然后我们谈到了前BBC老板马克 汤普森为他对萨克斯门事件的处理进行辩护 我觉得这个事件让人们看到了媒体行业中的一些问题 尤其是在处理敏感话题时需要更加谨慎 希望汤普森在新的工作中能够吸取教训 做出更好的决策 我们还有卡尔加里新活动中心的建设开始的消息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项目 将为卡尔加里带来新的体育和娱乐设施 我期待着看到这个项目的完成 相信它将为卡尔加里带来很多机会 最后我们聊到了中国的口红大王让阿里巴巴陷入困境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直播销售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公司需要寻找新的策略来保持竞争力 阿里巴巴鼓励品牌进行自己的直播销售 并支持规模较小的影响者 这是一个明智的举措 我希望这个行业可以继续发展 为消费者带来更好的购物体验 总的来说 今天的新闻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有趣的观点和想法 我鼓励大家参与讨论并提出自己的问题和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获得